刚刚这一组是儿童组 也有儿童B组的11到12岁的 然后还有儿童A组8到10岁的 还有幼儿组5到7岁的 代表 那么我们请胡老师来点评一下 第一个先讲Hip Loud 我觉得最主要点是上升的 Carlisle 就是它的节奏平静 我觉得这就是还可以再加强一点 但是他们的风格 乐乐性的活动已经表现出来了 但我觉得还有个儿童中的 英文讲这是一种artic 你必须要把那个风格主要是 它怎么站的身体的那个安静的东西要表现出来 总的来讲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你们还是 最起码你们有一种娱乐性 自己在跳的时候感觉上节奏上那种表现出来 而且男孩女孩在一起 对 就不容易 非常好 非常好 对 另外就是 他们画了衣服您看不出来是什么 我又再找一遍 对 我觉得非常喜欢这首舞 老师编排的也好 还是在高球上面 我觉得这个民间舞叫彩虹卫 编得非常好 而且非常适合小孩子的这个 他的风格也好 和他的动作 各方面的表演 包括表演都非常非常到位 还有这个墙板凳 墙板凳 墙板凳 墙板凳他们人不在 三人舞的墙板凳 一种挥亵的那种三个人在一起 这种斗奔 我觉得表现表演的 就演员表现出来 也是非常非常非常清楚 而且非常的 怎么说 在舞台上面 very funny 就是给观众一种 就是觉得很有意思 觉得非常的有乐趣的这么一个舞蹈 而且风格表表现 这个画面就是节奏 我觉得那个节奏 摩摩的那个节奏 还不是还应该在 还可以再加强一点 我就在节奏上 角度下那个升旧那个节奏 古典还可以再加强一点 最后也是三个小朋友的相续 非常非常非常喜欢 我觉得他们在这个表现上面 有他的难度 这个手劲的技巧上面 表现得非常非常好 非常到位 而且风格上面 编排上面 老师的要求上面 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我非常非常喜欢 谢谢胡老师 韩老师能否提出一点 这个四个节目里头 有三个是民间舞 就是我的专业 我非常高兴 他们居然还能够有一个 像墙板灯这样的节目呈现 因为这个影机 基本上不是舞台艺术化的节目 是广场性的 老百姓的 凌俗的这种舞蹈 但是他们觉得 还基本上靠谱 你都看得懂 看得明白 而且能够跟他一块在那墙 表演得非常的生动 而且还贴切 照道理应该是一个男孩 两个女孩 中间还有很多的故事和情节 交代的还挺清楚的 我觉得在我儿童的舞蹈里头 看到这个墙板凳 这可能算是第一个 还没有从国内到 我们华盛顿居然能够找到我们 原生态的 民间的 这个我觉得非常可贵 那么最后的这个三人舞 是吧 下去 也非常合一 少而不 那现在我们有的时候 如果说要给大家提一点建议的话 就是给孩子选择节目 不要太成人化 当然业余的舞蹈 你不能说旧业余 你总得有一点专业的提升 升华 但是提的提的就提到 或者是炫技 或者是成人化 这都不是太好的取向 但是我们从这个 下去里头看到 它既有专业的状态 又是合一孩子们的生理心理的 这一种年龄的情况 所以这背后的老师 以至他的家长的氛围 能够允许这样优秀的节目出现 这我们大家就应该给掌声 给点赞 我们要为这个老师 跟家长的 对他们表现感谢 感谢 他没让他听嘴 没让他在那儿比唱 我就觉得 他也踢了 但是融合呢 您就没看他出来 那还踢吧 这个街舞 我们说街舞 你作为代表 是这里头挑的最好的一位 你值得站在这里 其他的人都是打加油的 就缺少一点配合 但是我主张孩子们 就这么自娱自乐 放开地跳 我都跳运快了 就好 你大概是跳到最运快的 所以 你值得赞 赞得赞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老师们 and thank you dancers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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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